你这个亚洲猪赶紧起来给我让位置 这个就是最近纽约地铁上真实发生的一幕 一副明显的对亚洲人的种族仇视和种族攻击 你知道吧 是怎么回事呢 我跟你们说说 就是你知道在纽约的地铁上 如果你坐过 你就会发现就是各国的人都特别多 神经病尤其的多 这个就是如果你坐过北京地铁 你就会发现就是上面就神经病挺多 纽约的这个神经病再乘一个20吧 就是差不多这么多 反正各种不正常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 这一幕就发生在纽约闹市的一个地铁 大家习以为常的一个情况下 是这样的 上来了三个非洲的小孩 知道吧 这个也不是非洲 就是这个黑人 纽约的这个黑人 你知道这白左舟现在把黑人惯的 走到哪 就是开始耍无赖 因为拿他们没办法 民主党还惯着他们 他们打你反正也是你的错 不管是惹白人惹亚洲人惹谁 反正大家都不敢还手就对了 然后他们打警察也白打 你知道吧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结果呢 就上来了 上来以后呢 三个这个黑人的少年 两个女的一个男的 就上来就对他们说 你起来 我累了 是吧 这儿坐了三个亚洲人 两个华人 一个菲律宾 菲律宾裔的 就菲律宾人 然后呢 这俩呢 这仨呢 就装没听见 就不吭声 然后呢 他们就一看不起来 你不识相 黑人大爷要坐这 你敢不让位置 然后就开始变本加厉 就开始发个发个 就开始那样骂 最后越来越过分 越来越过分 最后发展成 说亚洲人给我起来 亚洲猪你给我起来 听到没有 原文就是亚洲人给我起来 亚洲猪你给我起来 原文就是这个 你知道吧 这就是在纽约啊 在纽约啊 就这种情况 然后呢 你知道这个 他不是冲俩华人说 他是冲那个菲律宾的 女孩说的 结果呢 就是在场的 这一些人呢 为了不惹麻烦 就装听不见 好多老外也就装听不见 这个这俩 中国人也装听不见 这俩华人吧 也装听不见 然后呢 人家这个菲律宾人 你知道这个越南人 菲律宾人到海外 都还蛮强硬的 然后这菲律宾小姑娘 就不愿意了 就站起来 就跟这几个黑人对骂 就一度要有动手的样子 你知道吧 然后呢 这三个人 你知道黑人吗 欺软怕硬 就是惯了 就开始 对这个女生 就开始拳打脚踢的 然后还骂这个女生 是笔驰 然后各种人身攻击 然后人家这个东南亚的 这个菲律宾女生 也不甘是若 就上去跟他们打 然后结果呢 这两个华人呢 就看不下去了 你知道吧 就觉得哎呀 你们这个太过分了 因为对方是几个 十六七岁的小孩嘛 未成年人嘛 他们也不敢动手打 然后就开始去拽 然后结果呢 这几个黑人少年 就连他俩一块俩 还朝他们吐口水 怎么回事 然后结果 就到这种情况了 周围的乘客 就围着就看着 就围着就看着 很多人说 哎你们不是说 老外很热心吧 哎呀 纽约就是这个样子 纽约比中国 再冷漠个十倍吧 就差不多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啊 就是我为什么说中国 就因为是 大家不好对比啊 我就是拿中国 就是啊 的这个程度啊 来跟大家对比啊 就是咱们中国 这个这个社会冷漠度啊 是怎么样 社会热情度是怎么样 就是你在乘一时啊 就是就是 就是要除一时啊 不好意思 除一时啊 就是这几个 就是纽约的这种情况啊 周围的民众馆 然后这两个华人男子 就上去帮忙啊 就但也不敢动手 就只敢抱着这几个小孩 结果这几个小孩 跟他们全打脚踢 最终呢啊 有几个 这个女生被打伤啊 然后华人脸也被抓破了 太阳穴也被打肿了 怎么怎么样 然后结果车到站了 这三个黑人啊 扬长而去 然后他们就报警了 然后这个警察呢 还算管事了啊 还带他们走了一圈 在这地铁站 看能不能找到这几个人 说找到这几个人呢 就当场逮捕 最终呢 也不可能找到 对吧 找不到警察就说啊 说这个已经属于仇恨攻击了啊 这已经属于严重的种族歧视了啊 给你们报到这个 这个种族 就是处理这个种族仇恨攻击的 特殊小组办公室啊 给你们备个案 这事就算完了 其实这事也不可能有后续 因为这种事情 在纽约经常发生啊 这个小组也不过就是个面子工程 也不可能管任何的事 你知道吧 这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在 在白左州就经常发生这种事啊 就是这样 因为你知道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 就是这个 黑人啊 就包括这个拉丁 尤其是黑人啊 现在在这个白左州 已经被冠成什么样了 在纽约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 你们你们见过就是那种 特别牛特别牛的那种 社会上的那种 五赖地痞混混嘛 就是咱们中国以前的那种啊 就是比他们在乘以五吧 就是现在黑人在纽约的一种状况 这帮人现在是在纽约 不工作啊 不上班 吃福利 然后还到处去欺负你 他还知道什么人好欺负 亚洲人好欺负 亚洲人里面 中国人最好欺负 韩国人他们不敢扯啊 就和中国人最好欺负 你知道吧 他只要确定你是中国人 确定你是东南亚人 他就惹你 但是越南人和韩国人 他们就不敢招惹 因为他们一旦招惹这两种人 人家不但会拿枪跟你干 人家还会报警 这硬茬我们不碰 我们就碰这种软茬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华人在纽约这个样子 是吧 你既然选择住在这了 你还不跟他抗争 是吧 那你不跟他抗争吗 你也不想搬走 你还眼缠着点福利 所以说实话 他不欺负你 没天理啊 他就是欺负你 你知道吧 那黑人现在就得要灌成这个样子 大家要抢劫 灌着 对不对 把游民所建造你 华人区周边 抢你 忍着 对不对 你有什么不服的 你不服你上街 你去砸黑人区去 华人又不敢了 对不对 那不敢呢 人家就这么对你呗 就这么搞你呗 对不对 人家都主动动手了 都把你打得跟猪头一样 你居然还在想 这是几个小孩 我不能碰他们 是吧 这个时候你都在想止损的问题 我打了一个小孩 这是犯罪啊 我得进监狱啊 是不是 我得被警察抓起来啊 你这样 搁一个正二八警 咱就不说别人 咱就说华人 稍微有血性点了 我管他是谁 什么十六级的小孩 揍他是吧 揍完了我跑 美国警察抓不住黑人 那他就能抓住亚洲人吗 美国警察 就在纽约啊 这是这样的啊 别的州警察还是管事 纽约警察他就不管事 因为很多地方没监控 你就抓不着人 你知道吧 他打完你不会跑吗 因为大家别说 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因为这种事 我们小时候就干过 就是我们十六七岁 出去打架 打完就跑了 那纽约警察抓个屁 他哪儿呢 他都抓不着 他也不抓你 你知道吧 因为他们也嫌麻烦 他们的领导 跟他们说的就是 哎呀 这种事情 出人病了吗 没出人病吗 对吧 有监控吗 没监控吗 哎呀 算了算了 不乎过去拉倒吧 是吧 小孩之间的事情 打架啊 是吧 或者这种街区之间的事情 社会人之间的事情 从来都是小事情吗 在纽约就是这样的 你只要不被警察当场抓着 就基本没事 是吧 杀人放火这种事也一样 你只要当场不被抓着 不被拍下来 基本上就抓不着 除非是有拍下来的 或者是有人 人证什么的 这个可能有点作用 而且还点特别严重的 那种事件 你听到这一幕 是不是有点熟悉啊 哎没错 就是有点像咱们八九十年代时候的 那个治安啊 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你当时不被抓着 你就没事了 你知道吧 在纽约现在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而且这个黑人啊 现在都都已经摸索出情况了 就是很多的这种黑人小孩啊 就十六七岁 十七八岁 二十来岁的这种 无所事事啊 就是每天游荡于地铁之间 然后见到 就是尤其是被惯的 你知道吧 就是他们生活有野 天天也不上学 然后反正见到什么人 亚洲人啊 或者是见到什么印度人啊 或者见到什么 甚至有些白人 他们就上去欺负一下 冲你吐口水 冲你弄热 反正这些白人的法官还像他们 尤其现在纽约的检察官啊 纽约的警察局啊 纽约的市长啊 都都换成黑人了 虽然说他们在这个城市里 就现在为所欲为 我就 反正我也对这些 华人我也不同情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 那你身为华人 你也不团结啊 我告诉你们啊 活该 知道吧 叫你们偷民主党的票 活该 怎么不打死你们呢 这就是我的看法 不好意思啊 就是我认为啊 一个人在这挨了打 你还 你要么就反抗 要么就搬家 你又不反抗 你又不想搬家 你还想在这弄 我的看法就是 你自找的 人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对不对 这种事情吧 我就没话说 可能我今天言辞有点激励 就尤其是那次 我告诉你们啊 我告诉你一个真事啊 你们知道这次 乔治亚这种传统的 红脖子之后 都因为亚特兰大 都已经 翻蓝了 选了一个这个 这个民主党的议员出来 这次我有一个朋友 就跟我说这样一句话 说我这次没想到 居然乔治亚选议员也翻蓝了 怪不得亚特兰大 黑人越来越多呢 活该 就该他们满大街的流浪汉 就该抢他们 这就是活该嘛 这我看来就是活该嘛 对不对 反正我是不理解这些人的选择 有些人可能你搬不走 但是你还手总会吧 你不还手 打的就是活该啊 就是活该啊 是吧 这就是我的看法 行吧 这就是我对这些 选择这些地区的人的看法 那行吧 这一期呢就做到这儿 我只是觉得 人被打 被欺负 一定要还手 你要么就搬走 要么就还手 对吧 你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人家不欺负你 欺负谁啊 行吧 这一期就做到这儿 有什么事咱以后再说 这一期聊这儿 大家拜拜